一些局部的印象 首先呢 我们可以看公二头肌 向卵巢 使则和曲则 为输卵管 还有 两个手交叉 然后看我们的这个手腕 大鱼巾和小鱼巾 对应人的嘴唇 那大铃穴呢 就是对应的口角 还有看我们的病骨 病骨对应的是后脑勺 堵鼻对应的是 两个风池 颈骨呢 为人的这个后背基柱 再看呢 把两个腿合并 那三黄穴 就是对应人体的内脏 再看 小腿肚子 可以想象成成人的肚子 扎成山穴 可以治疗痛经 就是这个原理 然后再看我们的脚 脚的根腱部 可以想象成人的颈椎 还有人的耳朵 可以想象成一个 倒立的婴儿 还有蛇像 像一个阳面朝天的人 蛇下如果青筋抱起 腰部有问题 可以尾中放血 那头顶呢 可以看成一个 从后面趴着的人 还有领骨 对应大锥天突 猎缺对应后脑勺 想一想 杨夕对应的脖子 对应大锥天突 猎缺对应大锥天突